而汉武帝刘彻则通过征服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仅扩大了汉朝的版图 也为后世皇帝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至于文化贡献 唐太宗李世民致力于推行客举制度 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而汉武帝刘彻在罢处百家 独尊儒数方面的政策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 唐太宗李世民和汉武帝刘彻都各有卓越的政绩和贡献 无法简单的对比谁更为优胜 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都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